外传新北市长侯友宜已经准备好大概是有八成的几率 他要来选总统 对此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说 就他所知他当然是准备好了 只是要找一个适当的时间点来宣布征召 至于何时才是适当的时间点呢 朱立伦说过去蛮久时期因为只有单一候选人 所以五月提名算是OK 而想到上一届提名名单要拖到七月才征召 他认为这个时间点就有点晚了 明天是我们第一批提名的立委候选人 那当然侯市长作为我们的中央提名委员 直辖市长就是我们最强的母级 当然一定要到现场来 为我们这些立委提名的候选人来加油 明天我们整个开会 就是针对立委提名第一阶段 第一批次的提名 那我们这些县市长包括侯市长 我们事前都也有讨论过 我们就是按部就班 一步一脚印 那第一阶段的第一批次是明天提名 那接下来马上就有第一阶段的第二批次 或第三批次 我们都是按部就班的来提名 那个现在党内人是说 侯市长现在已经准备好八成要选总统 那剩下两成的变数是郭台铭 那主席之前有讲过说会帮忙 主要候选人排除困难 那这两边要怎么协调 这个党内人是有点外行 就我所知当然是准备好了 我们当然是完全准备好了 只是我们会根据整个主客观的环境 最适当的时机 然后就宣布征召 马总统那两次 就是单一候选人 而且非常单纯的情况 国民党是五月 然后后来是六月 那上一届真的脱胎完 是七月 那我们这一次三月 其实就已经党内都已经整合完成 然后我们现在会扩大来团结 包括泛蓝的朋友 非绿的朋友 我们能够结合团结更多的朋友 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要拜托大家 不要制造恐慌 制造谣言 更不要恶意的散播谣言重伤 那我还是强调一件事 国民党唯有靠团结大家的力量 我们一定要争取更多的朋友 而不是制造更多的敌人 而打侯友宜的动力 现在也动起来了 有人就说了 对于侯友宜这个政治政策议题长期 就说他讲的是不知所云 今天侯友宜面对媒体 被问到这一题 他都说固定做回答的模式 叫做HoHoGTP 就是现在会流行的AI模式 不过侯友宜却回答 他说要使用ChatGPT 要小心假的讯息 也就是这样的回应 让民进党发言人卓冠廷认为 侯友宜这样的回应 这就是荒腔走板 再次证明侯友宜就是不耐打 不过对此 媒体人维安在脸书发文反击 他说侯友宜两次的九合一市长 选举都是大赢 而且一次比一次赢的更多 他在担任新北市13年的政府市长 信任度跟看好度 都是政治人物的数一数二 不过这问题继续还有点要来挖 他质疑说侯友宜 他就是不懂两岸的议题 不过维安举例 说最近侯友宜 针对两岸问题回答时 例如侯友宜曾经喊 那就是中华民国 台湾是我们的处 公开呼吁共同捍卫中华民国等等 最后呢 维安说侯友宜不打口水战 用实际的行动来论述 向人民证明了 自己是少说多做 是个别人还在讨论这个问题 他已经把这个问题 已经给解决完了 代表侯友宜走得比别人还要快 用实际的行动来证明 新北市长侯友宜呢 在今年的元宵集 还特别邀请到了 AIT处长到平溪来放天灯 前立委林玉芳就表示 说事实上呢 AIT跟侯友宜之间呢 有很多的互动模式 这也代表了侯友宜 在为明年大选是有做准备的 美方也考量侯友宜 是总统大选的人选之一 侯友宜刻意的邀 AIT的现在这位处长 去这个平溪放天灯 其实结果他去了 还在上面签字 一起主持还在上面签字 你就给我看得出来 我相信很多县市长会请 AIT的处长去参加一个 比较大型的这样的户外的活动 因为也是吸引观光客的一种方法 可是你觉得AIT的处长 有那么多空 每个地方都去 这个一点也不惊讶 你看他的民调 一路上的这样一个民调 美方很自然 也很容易会把它当作是 未来代表国民党参选的重要的 就是最可能的人选之一 至少这样自一 所以是有在认真考虑 然后你从这个地方也去看去瞭解说 侯友宜班这种大型的这种活动 柯磊去找AIT的处长 那他就表示说其实他也在做一些准备 透过跟AIT的处长之间的认识 或是要跟新北市市长之间 面对面的这样一个认识 所以他们的那种彼此的认识 跟那种感觉是慢慢拉起来的 所以我觉得美国人如果把侯友当作 以目前来看 是国民党最可能提名的人选 我是不会惊讶的 海黄鲍鱼干杯E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GTI714 享有折扣